哈嘍大家好我是小乔 我现在在玩的游戏是萨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那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 那上一集我们一路从格鲁的峡谷路口 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这边 梅竹台地附近 然后我们帮了一个卡帮打 这个人走好快哦一下又跟上我了 然后我们继续如果再往前走的话 可以看到前方会有一只鲁咪 有鲁咪的话就代表那个地方有洞窟 然后那边我也有看到有烟 我过去看一下那个烟是什么东西 也是一个人耶 他躲在阴阳处这边 这应该是我们要救助的第三个人 普利托斯 暖暖草果 送给你吧 内心先温暖起来了 去吧 那我们就救了三个人了 后续就可以再回去那个 我们在那个驿站分站的地方 找到他们 然后那个鲁咪在这里 然后其实往下看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洞穴 那我就下来这里 哦 梅竹台地的洞窟 下来之前 记得不要先去最下面 先来这边拿摩油衣的遗事物 嗯 这个可以吗 也可以 然后再慢慢往下 哇 宝石不少 这边有热气球还有火箭 起来 起来 那我就把火箭拿来用好了 继续往里面走 看看里面要干嘛 有霍拉布林欸 哇 哇 那就射闪药果吧 然后用 即时炸弹加上 这个 寿王弓 送你们三发即时炸弹 再炸一次 哈哈 这样还蛮好玩的 又炸到了 来吧 直接用炸弹花了 白银的会比较麻烦 射他的脸 攻击力还是会比较高的 射他的脸 哇他的命好长喔 很讨厌欸 有感应到神庙欸 原來這裡面有神廟嗎 結果跑出來洞窟外面了 變冷了 那我就改用防雨雪室 算了 先不看 神廟在哪 哇這邊有一些金粒鱸魚 跟海拉鱸鱸魚 我們去上面看看 好像沒有路了 我看一下這裡 這裡該不會是有一個特殊任務的神廟吧 等一下喔 那我標記一下這邊 這邊 看起來我是要再往前 這不好有 這真的不好有 用火箭盾會妨礙到我嗎 應該不會吧 好那我就用這個火箭盾 可以來上面 這邊一樣有一個一蓋隊的東西 先不管 一蓋隊的任務 我們現在還不急著去解 我們往這邊走 那邊應該就是去一蓋隊任務的地方 去找那個人 再飛上去一次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青蛙的雕像 跟一個門 我來試一下我可不可以解這個任務了 我來換成 我的一蓋隊套裝 現在是黃色的 換成這個火焰盾 然後我們來調查 進來吧 我穿黃色的你居然還認得出我 衣蓋隊幹部執勤室 嗨 嗨 有沒有優秀人才呀 你看我穿黃色就知道我很優秀 因為我跟你們都不一樣 衣蓋隊幹部考試 我接受 青蛙雕像 五個地方 他要標記地圖給我看 用大劍香蕉當成貢品 我就先給你大劍香蕉 不夠用了自己去準備 這邊我可以 我先看一下我把 水上競技場的這個先收回來好了 然後我在 我現在的地方 哎呀 設一個標記器 方便我們後續回來 對 那我們就先出去 這時候就記得先不要再把衣服換掉 剛剛有看到第一個青蛙 好像是在 我要把它按下去 這樣方便我看 在正下方的樣子 對 然後我們在這邊 就把它放上大劍香蕉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這樣就算成功了 他戴上面罩了 然後再來我們去 這一個好了 我們傳送 我直接先去 我剛剛的傳送標記器的地方 我來了 這是我上次無意間先到達的地方 我們就是剛好可以偷吃布 放下去 青蛙只要臉蓋起來就算成功了 然後這個標記器 我們也可以順便就回收了 再來我就傳送到格魯德峽谷鳥望台 幸好還可以用傳送的 幸好還可以用傳送的 好像是在背後 真有意思 看一下我有沒有走錯方向 好像錯了 還是是這一個 這可以先刪掉了 對 在這邊 飛一下 找到青蛙了 這裡 有一點亮亮的 這邊有個人餒 欸 不對啊 喔 是在這邊 所以不是這些在走動的人 所以走動的人是想騙我嗎 一樣我們再放上 香蕉 衣蓋隊愛吃香蕉怎麼不穿紅 黃色的跟我一樣 果然我才是特殊的衣蓋隊 果然我才是特殊的衣蓋隊 再傳送回去一次 小小小 格魯德峽谷鳥望台 應該是要往上走 走這邊 好像可以趁機用一下他們 的東西欸 是冰雪蜥蜥戰士的 欸 射完了嗎 不錯不錯不錯大豐收 好像是在岩石巨人那邊附近 以前有來打過 快到了 青蛙呢 喔 在這裡 小心沼澤 一樣再放大劍香蕉 送你 哇 太遠了 還要燒起來了 變烤香蕉了 這樣還收嗎 燒起來的香蕉他也收 那剩下最後一個在這個方向 直接想辦法飛下去好了 欸 欸 我是不是吸引到了 我不跟你打啦 我打過你了 為什麼要嚇人 再見 就說了不跟你打 你還來 快到了 上面沒看到 所以應該 會在下面吧 還要再下去嗎 剛好進一個洞窟 採石場的採礦坑 他們 這裡面我記得有怪物欸 對啊 有小波他們 來 知道了 送混亂花好了 你們慢慢打 我先去送香蕉 我先去送香蕉 欸 怎麼不在這邊 打好慢喔 欸 欸 嗨 小豬豬 小豬豬你同伴都死掉了 你還 還吃東西 欸 掰掰 我還以為剛剛已經把牠 送走了 結果牠居然還沒死掉 結果牠居然還沒死掉 哇 這塊錢很多欸 但我怎麼沒有看到青蛙 還要再往上嗎 還要再往上嗎 又來了 看起來沒有了捏 秋莉你擋到我了 欸 怎麼那麼多蝙蝠的感覺 欸 阿明明在那邊啊 剛剛怎麼沒看到 好 撿一撿 蝙蝠好像被 秋衣射掉了 那我們 就再拿香蕉 放進去 有一個神秘蜥蜴在那裡 欸 牠被嚇跑了 然後這邊的 魔幽衣也要記得拿 啰嗦 一直要來 寶箱是什麼 格魯德之弓 可以拿一下 然後我射一下這一隻 直接用射的比較快 哼 這寶箱裡面 有五個炸彈花 還不錯 然後他的寶箱有什麼 格魯德盾 好像可以拿一個 留著 魔幽衣我有點忘記在哪裡了 欸 掉下來了 好像有一個很隱密的地方 我從這邊先通天樹 在剛剛那個 萊克萊克這邊啦 一般的萊克萊克 這邊還有一個路 然後這邊進來的話 我可以把阿遠叫出來嗎 阿遠呢 不可靠欸 那就只好 用我的大砲槍了 不要炸到自己就好 喔 你終於又出現了 才剛說完他就又走 真的是一點都 派不上用場 然後我把武器換回來 魔幽衣有在這邊嗎 也沒有 我又跑出來這個洞窟的另外一個地方了 然後我現在身體又在 發熱了 先換一下這個 先換一下這個 為什麼都沒有看到魔幽衣 最上面好像沒有去過 怎麼又來了 蝙蝠也太多了吧 蝙蝠也太多了吧 空天樹一下 喔 他藏在這裡面啦 我還出去一直找 你不要太會躲好不好 那我們就再拿到一個魔幽衣的遺事物 然後我們開啟地圖回去 剛剛一拜隊的幹部考試的這裡 我直接傳送回去 那我們就可以跟這個人講話 那我們就可以跟這個人講話 對啊 我已經放好了 我合格了 一蓋隊的幹部考試我們就完成了 然後就可以進來裡面 裡面的話會有寶箱 寶箱 寶箱有紅寶石 借心長刀 而且是全新的 哇 這個就不錯欸 當然就換掉士兵之劍啦 斯阿里瓦卡神廟 那我們就可以來開啟 那我這一集影片先錄到這裡好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的影片個讚 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囉 gesagt 我們來說 我們來看見很多電子 帶 resources 我們來說 我們來看見很多電子 我們 ajuda了 感谢观看